臺北市零確診才一天 今天又新增四例本土個案 臺北市長柯文哲坦言要完全清零 必須要二十八天連續加零 新北市則是新增六例本土個案 並且啟動機動篩檢隊進駐永和 兩天篩出了兩例確診 也匡列了同度住戶 兩百三十一人居家隔離 臺北市十號零確診 但開心才一天 十一號新增本土確診 四例臺北市長柯文哲坦言 要完全清零 要二十八天連續加零 才能夠確保完全乾淨 追蹤確診個案足跡 案一五九零七 曾去過遠東百貨寶清店 也搭捷運往返西門 與臺北一零一站 由於遠東寶清店 曾經有櫃節染疫 是否有關聯 副市長黃珊珊強調 兩起個案沒有交集 目前感染源不明 反而特別的是案一五九零八 是大同區一家餐廳員工 目前餐廳停業清銷 接觸員工也已經匡列 其實他的先生在五月二十號就已經確診 那那個時候他也有被居隔 那依當時的規定 當時居隔並沒有做採檢 如果當時有篩檢的話 他可能是已經得過的情況 所以我們現在在驗抗體 新北市十一號新增六例本土個案 其中三例是居家隔離 應轉陽 而永和有社區三起確診個案 新北市啟動機動篩檢隊進駐 兩天篩了六百四十七人 篩出兩例確診 更匡列同棟住戶 兩百三十一人居家隔離 我們篩檢了六百四十七人 篩檢出兩個陽性個案 總共有兩百三十一人 一百一十戶 那如果沒有辦法安排一人一室的 我們就要求要住防疫旅館 所有相關的會用由政府來提供 那篩檢出的這一位陽性的個案 他目前的感染原因是不明的 所以我們才會啟動整棟樓的一個居家隔離 新北市也公布確診個案足跡 案一五九一四和一五九一七是室友 曾兩都一起去羽球館打球 而案一五九一六 則去過三重的冰店和超商 以及加勒福盧州店 侯友宜鼓勵民眾勇於出來篩檢 以阻斷隱形社區傳播鏈 記者綜合報導